歡迎來到我們的華爾街電視簡報節目 今天我們將帶來三則令人矚目的新聞 首先 投資公司KKR與酒店業巨頭萬豪國際宣布 計劃通過Giforpoints Express by Sheraton品牌 進軍日本的中檔酒店市場 這一舉措將為日本旅遊業帶來新的活力 其次 隨著歐盟選舉的臨近 包括B&Baba SF和西門子在內的 30家德國籃籌公司組成為一個商業聯盟 旨在抵制反營民政黨 強調多元化、開放性和寬容的重要性 最後 中國與美國的地緣政治競爭 可能因為特朗普的潛在回歸而進一步加劇 專家分析稱 雙方的以牙、還牙策略在所難免 請大家繼續收看詳細內容 隨著全球經濟和政治版圖的不斷變化 各行各業的巨頭們也在積極調整自己的戰略布局 以應對新的挑戰和機遇 從投資公司KKR與酒店業巨頭萬豪國際合作 進軍日本中黨酒店市場 到德國籃籌公司聯手抵制極端主義威脅 再到中美兩國在地緣政治競爭中的博弈 這些事件不僅反映了全球商業環境的複雜性 也預示著未來可能發生的變化 首先 根據雅虎美國的報導 投資公司KKR與酒店業巨頭萬豪國際 宣布了他們進軍日本中黨酒店市場的計劃 這是通過他們的Four Coins Express by Share Time 平台 即KKR收購UNISO酒店公司 及UNISO控股的14家酒店後的一項戰略舉措 這些酒店將轉型為新品牌 並計劃於2021年下半年開業 新的中黨品牌將融入萬豪的 Nerian Bovmore中程度平台 此舉將使KKR和萬豪在日本的客房總數 增加超過3600間 借助半島電視台報導了一個 關於德國籃籌公司在歐盟選舉前夕 警告極端主義威脅的故事 包括BN8版SF西門子在內的 30家德國籃籌公司組成了一個 Shoukyou Lin-Mei 旨在抵制反移民政黨 仿凱凡融洛系 比經反移民政黨 該聯盟致力於推廣多樣性、開放性和寬容 並鼓勵這些公司170萬名員工參與選舉投票 以應對預計會有極右翼政黨 取得重大進展的局面 聯盟認為民粹主義和排外主義 對德國的商業環境和繁榮構成威脅 計劃通過社交媒體活動來對抗極右翼的信息 最後南華早報提供了一個 關於中美地緣政治競爭的分析 中國著名分析師嚴學通表示 中國和美國不太可能陷入意識形態或代理人戰爭 但如果唐納德、特朗普再次當選 兩國的地緣政治競爭可能會加劇 嚴學通指出北京希望避免與美國開啟 但鑑於美國的去全球化推動 中美之間的移押措施是不可避免的 他還表示如果特朗普勝選 中美在經濟領域將會有更多的衝突 這些報導不僅揭示了全球商業 和政治環境中的重要趨勢 也凸顯了企業和國家在應對 這些挑戰時的策略和考量 無論是進軍新市場、促進社會包容性 還是應對國際競爭 這些行動都體現了在不確定的時代中 尋求穩定和增長的努力 隨著全球形勢的不斷發展 這些策略和決策將繼續對商業環境 和國際關係產生深遠影響 在當今這個充滿挑戰和變化的時代 國際關係的知景中 總有著幾條不可忽視的線索 其中中國在墨西哥的日益增長的 政治和經濟影響力 以及日益影響力對美國帶來的潛在挑戰 無疑是這幅知景上了一道鮮明的色彩 根據外交政策的報導 中國在墨西哥總統安德烈斯、曼努埃爾 洛佩斯、奧夫拉多爾人類的影響力顯著增強 尤其在汽車和技術領域的投資增加 以及在重大基礎設施項目上的合作 這一趨勢不僅對美國汽車製造商形成潛在的挑戰 而使得具有中國國家安全背景的公司如華為 在墨西哥的電信和技術領域的存在 引起了美國的擔憂 面對這一局面 墨西哥和美國之間對於如何處理中國的關係 問題變得迫在眉睫 外交政策指出墨西哥即將舉行的總統選舉 將可能影響其對中國的政策取向 諾佩斯、奧夫拉多爾的繼任者 無論是左翼政治家克勞迪亞、謝英鮑姆 還是他的對手索奇特爾加爾維斯 他們對中國的態度都將對墨美關係產生深遠的影響 美國需要與墨西哥就重要領域的中國參與問題進行溝通 並提供對抗中國投資的可行方案 以促進外國直接投資和加強近岸製造業的繁榮 然而這一挑戰的處理不僅涉及墨西哥和美國的雙邊關係 還與美國內部對中國政策的製定有助密切的關聯 《外交官》雜誌揭示了美國對華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複雜性 其中不同的聯邦機構和部門之間存在著激烈的內部爭議和衝突 隨著參與中美關係的行動者日益增多 從國家安全委員會到國務院、中央情報局、來自司法部 這種情況導致了政策協調和一致性的挑戰 並可能引發管轄權衝突和重疊 這不僅影響了美國對華政策的有效性 也對墨西哥與美國就中國問題的協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這個全球化的背景下 中國面臨的自然災害問題也不容忽視 根據南華早報的報導 中國近期遭受的洪水、暴雨和冰雹災害 凸顯了提高天氣預報和災害準備工作的迫切需要 這些自然災害不僅對中國國內造成了嚴重損失 也對全球氣候風險管理提出了更高的挑戰 對於墨西哥和美國來說 這些事件提醒著兩國在制定對華政策時 需要考慮到氣候變化對國際關係和全球安全的影響 總之墨西哥和美國如何處理與中國的關係 不僅關乎兩國的經濟和安全利益 別與全球氣候變化和自然災害的應對策略緊密相連 緊密相連 在這個多變的國際舞台上 各國需要通過合作和對話來應對這些共同的挑戰 在當今這個充滿變數和挑戰的國際舞台上 兩個引人注目的故事正在展開 一個來自遠東的中國與俄羅斯之間的能源交易 另一個則是來自南亞的印度 關於年輕選民對於就業機會的渴望 這兩個故事雖然發生在不同的地理位置 卻都呈現出當代世界面臨的共同挑戰 如何在國際壓力和內部需求之間尋找平衡 《南華早報》報導道中國已承諾與俄羅斯 採取積極措施以加強雙邊貿易 特別是在能源、礦產和糧食等領域 儘管這可能會讓中國面臨來自美國和歐盟 對俄羅斯、烏克蘭衝突的潛在制裁 兩國將探索新的貿易領域 包括服務業、數字經濟和綠色產業 他們的雙邊貿易在2022年第一季度增長了5 來到了566.8億美元 這一增長主要是由於在服務貿易 和跨境電子商務方面的合作 中國還承諾將嚴格控制 對俄羅斯的武器或援助銷售 並嚴格控制可能用於民用和軍事目的的 產品和技術銷售 同一時間在印度隨著第三階段選舉的開始 《南華早報》報導了年輕選民 對更多就業機會的渴望 印度超過40%的人口年齡在25歲以下 擁有世界上最高的年輕人口數量 這本應該是該國的競爭優勢 然而許多人擔心 由莫迪總理領導的政府實現了高經濟增長 並未轉化為更好的就業前景 每年有超過1500萬人進入就業市場 經濟必須每年創造1000萬個工作機會 才能跟上這一需求 然而目前每年僅創造145萬個工作機會 專家警告如果不解決這一問題 可能會將國家的人口紅利變成負擔 導致消費支出低迷 從而破壞印度提高製造業產出的雄心 儘管印度的基礎設施發展在某些領域 如道路和機場方面取得了進展 但在港口建設和為企業設立提供電力的 清官服務等其他領域則相對滯後 印度的失業率從2018年的6% 下降到去年的6% 下降到去年的3.2% 但仔細檢查會發現 在15至24歲的年齡組中 失業率仍然最高 而且在受過教育的人群中 失業率也依然很高 儘管印度可能在3到5年內 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 但其人均收入預計仍將低於 像孟加拉這樣的發展中經濟體 無論哪個政黨執政 實現年輕人對就業的期望 將是一個主要問題 而在國際舞台上 俄羅斯對其否決聯合國禁止在外太空 部署核武器的決議進行了辯護 外交家報導稱 俄羅斯指責美國及其盟友的虛偽 俄羅斯原以美國對太空軍事探索 和部署打擊戰鬥系統的計劃作為證據 美國則指責俄羅斯在軌道上擁有多個 反衛星武器 並正在開發一款攜帶核裝置的衛星 這一爭論突顯了在太空武器化問題上 國際社會的分歧 同時也反映出在全球安全議題上的 這些故事無論是關於中俄加強能源貿易的合作 還是印度年輕選民對於更多就業機會的渴望 或是俄羅斯與國際社會在太空武器化問題上的爭論 都反映出當今世界面臨的共同挑戰和問題 這些挑戰不僅涉及國家之間的外交和安全議題 也涉及到內部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問題 在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中 找到平衡、滿足人民的需求 同時保持國際和平與穩定 將是每個國家和國際社會共同面臨的挑戰 在當今這個充滿變動的世界裡 國際政治和經濟的每一步走動 都牽動住全球的關注 從英國的COVID-19疫情應對 到中國在歐洲的外交行動 再到巴基斯坦接入恐怖襲擊的背後故事 這一切都展示了當前國際關係的複雜性和緊張局勢 首先BBC報導了英國COVID-19 疫情調查中的一個重要環節 一位高級公務員在疫情初期對於誰應該領導 對斯托蒙特部門的建議提供了自己的看法 這場疫情不僅考驗了全球的醫療衛生系統 也對政府的應急管理能力提出了挑戰 英國政府的應對措施和領導力 同時受到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 在另一邊 根據南華早報的報導 巴基斯坦軍方聲稱 今年3月殺害5名中國工程師的自殺炸彈襲擊 是在阿富汗策劃的 而且行凶者也是阿富汗國籍 這一事件凸顯了該地區安全局勢的複雜性 中國對塔利班強調了地區安全的重要性 這在5月與伊斯蘭堡舉行的中巴阿三國會議上 再次得到了確認 巴基斯坦已經逮捕了4名主要嫌疑人 這一行動展示了巴基斯坦對於打擊恐怖主義的決心 與此同時 《外交家》雜誌關注了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訪問歐洲的行動 這是對跨大西洋以及歐盟對中國政策一致性的考驗 習近平此行訪問了法國、匈牙利和塞爾維亞 旨在展示中國在歐洲日以增長的影響力 並推動其經濟和地緣政治野心 這次訪問是在德國總理奧拉夫·舒爾茨訪華之後進行的 被視為中歐關係的一個關鍵時刻 中國利用貿易和市場開放作為調整其與歐盟 及其成員國外交關係的槓桿 在法國 習近平的訪問聚焦於貿易分歧 和關於烏克蘭問題的外交倡議 法國總統馬克龍強調了在貿易協議中 公平競爭和法國公司獲得平等市場准入的重要性 法克龍還尋求習近平對於烏克蘭和平解決方案的支持 自2001年以來 中歐之間的貿易關係顯著增加 但歐盟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也在擴大 在匈牙利和塞爾維亞 習近平的目的是展示中國與東歐國家的戰略夥伴關係 修雅利與中國建立了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並見證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顯著增加 塞爾維亞被視為一個戰略運輸樞紐 也收到了大量的中國投資 通過經濟支持和軍事購買 中國在塞爾維亞的影響力得到了加強 這些訪問凸顯了中國加強與單個歐盟成員國關係的努力 並可能削弱歐美之間的協調 中國對西巴爾幹地區的吸引力在於其地理位置 和靠近歐盟市場的便利 來而歐洲對於如何應對中國並不統一 不同國家的策略依據經濟關係 技術依賴和公眾態度各不相同 習近平反歐的結果將為歐洲對華戰略的優先方向 提供更多的啟示 在這個多極化的世界中 各國如何調整自己的外交政策 以及如何在保護自身利益的同時 促進國際合作將是未來值得關注的重點 順便播報的內容是六度團隊推薦的 全球專業媒體智庫、政府機構和行業專家的 最新報導分析簡報 更詳細的內容請大家去這些媒體智庫的網站閱讀 這些內容並不一定反映六度簡報的立場 亦不能作為任何決策的建議 六度團隊由專業媒體人、學者、科學家 組成的獨立新型媒體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專業要求 訂閱各種簡報 網址是6WFund 他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過電郵收到六度簡報